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格林多后书第三十一天 格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 牧者的担忧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在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 又怕有纷争 嫉妒 恼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 行污秽 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忧愁 在今天的经文里 使徒保罗提到他的三怕 我相信这也是服侍主的人所担心害怕的事 一怕 见面时大家都失望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没有向保罗所期待的真实悔改 而他们也发现保罗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二怕 罪恶的事仍在哥林多教会发生 就像纷争 嫉妒 恼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犯罪不认罪 不悔改 就像有病不就医 任凭病情扩大 日益加重 三怕 保罗更担心的是 由于哥林多信徒的情况实在离谱 以至于他被神责备没有做好工作 因而在众人面前修残地引咎自浅 并且为他们感到忧愁 这三怕写明了使徒保罗 花那么多篇幅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目的 不是为自己辩明 而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建造教会 辛苦地教导 喂养 换来的不是改变 而是依然雇我 甚至变本加厉 牧者的心会是何等的痛 因为牧者对他的羊群 总是充满爱与期盼 因此他会期待在相见时 他们中间没有分门别类 没有淫乱 没有任何得罪神的言行举止 而是充满了爱 长大成熟的新生命 以及彼此共同为主兴旺福音的景象 肉体的果子是以纷争开始 从纷争开始产生嫉妒 闹怒等 之中成为一片混乱 撒旦对人最大的攻击 就是叫人彼此不信任 彼此怀疑 这就带进纷争 有了纷争就会带进混乱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可相争 因我们都是一同来服侍主 服侍教会 因此在我们中间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 也可以有不同的做事方法和进度 但要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 彼此谦卑 相互欣赏 这样才能同心合一地建造教会 传扬福音 羊的生命不成长 不是羊的问题 乃是牧羊人的责任 身为一个服侍主的牧者 我们要能按时分量 医治病弱者 羊的身体便能健康并且成长 此外 牧者还要量度群羊的脚步向前行 而不是按着自己的脚步 不是为了满足牧者的需要 而是照羊的需要而行 因为建造教会 不是为了完成牧者的梦想 而是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恐惧战惊 才不会在神前有亏欠 主啊 求你建察我的心思意念 使我在服侍你 牧养群羊时 单位造就群羊 使他们的生命成长得改变 也使我自己的生命 也在服侍中成长 更荣耀你的名 导读神的话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告诉我们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主啊 帮助孩子在服侍你的时候 不结党 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做不讨你喜悦的事 阿们 主啊 我们不做不讨你喜悦的事 帮助我在服侍中定睛仰望你 阿们 不结党 不贪图属事虚浮的荣耀 阿们 主啊 我不要贪图属事虚浮的荣耀 也不要结党 是的 我要做讨你喜悦的事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要做讨你喜悦的事 我不结党 我也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我要存心谦卑与人同工 阿们 学你谦卑的样式 阿们 我要学习你谦卑的样式 阿们 心存谦卑 因为你是谦卑柔和的主 阿们 主啊 你是柔和谦卑的主 求主让我存一颗谦卑的心 挪去我心中的骄傲 让我可以心存谦卑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要心存谦卑 阿们 主啊 让我与人同工的时候 求主赐给我眼光 看别人比自己强 阿们 主啊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 而是欣赏别人的优点 看别人比自己强 阿们 主啊 求神你赐给我眼光 让我与人同工的时候 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 凡事不结党 不贪图荣耀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